今天呢 给大家讲讲月季的冬碱啊 你看这边呢都是一些月季 是拿着狼哥家的月季 也就是天狼月季了 我们拿来做测试的 其实很多的画家问到我月季的养护啊 包括这个冬碱啊 其实没有很严格意义上的修碱 你说我们这个呢 碱也行 不碱也行 碱不碱完全凭心情 就跟留发型是一个道理的 我刚才我们卫总说 你这个我给你碱了啊 我说碱可以啊 碱了不影响 为什么说不影响呢 因为月季的牙点特别多 有很多这种饱满的小牙点 就这种红点点 你看到了吗 这种红色的 我指甲盖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能看到吗 能对得上是吧 这些都是牙点 未来以后它都能长出来牙子 你不剪呢 你看这个 也都冒出来这种红色的小牙眼了 这个完全可以不剪 也可以重剪 也可以轻剪 还有那句话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呢 但是咱们南方的话有啊 就是偏难一点的 如果说你们那边的叶片还没有像我这样动落 你可以不剪它 你等到最冷的时候全部动落了 你再去观察它那些牙点 就像咱们这一颗吧 有话说 老花佑我想剪 可以 你观察下面有牙点 你看这都是饱满的牙点 这是可以重剪的 完全可以剪 完全是看心情剪这个东西 没有很严格的要求 你不要听那些大神说这样不能剪 那样不能剪 这个可以剪 月季的生命力比你想象的强大多了 因为我们这一批拿过来呢 是做测试的 来的时候 就是最热的时候嘛 全部叶子全部掉完 都掉完了 之后又长起来的 然后呢 又经过一个冬天 叶子又全部掉完 这不又长起来了吗 就你剪就完了 月季就那么耐照 没有很严格的这种意义上的来说 但是南方的话就你一定要盖它 你们那边叶子没动落 你就别乱剪它 明白了吗 如果说你像我这样剪是可以的 它这个枝干会长得更粗壮 根系会长得更壮 明年也会开得更好 你不剪它也一样 有的人就喜欢那种长长的枝条 飘飘的枝 三两个花朵 你说是这个道理吗 臭胖 所以说你不用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禁忌 不存在禁忌 这个东西 你就记住一句话 它跟茉莉一个道理 只要下面有芽点 上面你就随便剪 跟留头发一个道理 听懂了吗 臭胖 不过肥料在一块呢 你要拿捏一下来 因为天气现在特别的冷 你观察月季它不长了 你像我们这些个呢 有的在长新牙子 这个是可以撕肥的 如果是不长 停止了 就不用 你等到你们那边稍微回暖 你看它要臭牙子的时候 你及时补肥 完全跟得上 听懂了吗 臭胖 听懂了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 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自然一 白了臭胖 有用的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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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不赞